因此大家一开始都是做着清军的生意 赚点清军的银子以补贴家用 后来有人专门帮清军倒卖走私商品 金矿的金子因为有内务府和户部的人把关 水师将领想贪也贪不了多少 加上风险太高 所以大家都聪明的没有向金子伸手 而是悄悄地做着走私的生意 但毕竟不好直接出面与洋人打交道 便寻了当地的华人作为中间人 联系卖家 而那些士兵随身携带的零碎小物件 也都是卖给了中间商 所以该地的商业买卖倒是红火了好一阵子 尤其当补给船靠岸的时候 那简直热闹得如同过年一般呢 因老师痛恨贪腐的名声在外 所以老师重返吕宋后 大清水师从上到下悄然地金盆洗手 生怕惹着老师丢了小命 老师是个从来不管挣钱的乳 但手里却一直不怎么缺钱 虽然他到吕宋的职责 是要建一支战斗过硬的新型军队 用钱的地方不少 但户部呢 却没敢短了他的经费申请 所以在老师抵达吕宋后的大半年的时间里 吕宋水师从上到下少了许多的受益 而附近尚未发展成熟的商业 更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虽然大家心里急 但除了暗暗期盼 老师的两年任期赶紧结束以外 没人敢拉着老师一起共同犯罪 但当老师在安居岛遭袭之后 一回来就派人放出了风声 说大清水师愿意保护各地的商船 平安往返南洋各条的海线 当然 也明码实价地标出了辛苦费 还叫人到处传话 说若是海船遭遇了强盗 只要向大清水师提供线索 他将带兵指导海盗老巢 辛苦费就不必出了 所寻的货物呢 分一半就好 若是没寻到 分文不熟 这些将领一看 嘿 感情老实不介意找白块 于是 并悄悄地开始重新从事 走私活动 结果被老师发现后 所有的东西全都充公 参与走私的人全部都隔出军职 大家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 但是随着后来护航次数的增多 关键是还捣毁了两处海盗老巢 吕送水师的腰包又鼓了起来 可是当地的对外贸易却没有带来什么好的消息 海盗老巢缴获的赃物被老师统一拉到了广州 卖给了自家铺子和酒阿哥 护航都是直接的补贴银子 虽然老师对护航时的走私夹带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人家要不就是直接随着商船去了南洋 要不就是委托商船帮着在广州出手 都不会再带回旅宋 虽然当地水师恢复了消费力 但他们出营门毕竟有时间限时 所以当地的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好转 也就饭馆和茶楼看着生意还不错的 加之老师还在安居岛大修公租房 许多原本打算移民旅宋的南洋华人 都纷纷的改了主意 谁不想一落脚就能头上有一片瓦啊 而且虽然目前岛上没有清兵驻扎 但敦军王府的别院已经开始建了 皇子王爷都要来住了 那清军守卫还会远吗 因此许多华人富商都纷纷的在安居岛砸银子修别院 旅宋岛的招商引资工作 并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当地村子的有识之士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几个村长一和解 便找上了当地守军的领导层 这些领导层啊 大多纳了当地女子为妾 其中一个还娶了一村长的孙女为三房夫人 因此清兵领导们对这些村长都是和颜悦色的 没打什么官枪 坦言告知 他们也希望当地能获得蓬勃发展 他们也想平平安安的挣两个银子 但朝廷的政策如此 他们也没有办法 要知道御史可是为此事弹劾了老师 但老师说此举重点赞于练兵 银子只是顺带挣的 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剿灭天敌会做准备的 当然只要户部能够多拨实战演习经费 什么海盗啊 户航啊 统统都可以滚蛋 于是户部立即就含糊地表示 其实啊 这也算是以战养战 于是经浴史一闹 这政策便也算是过了明面了 就算老师离开吕宋岛 怕也不会有所改动的 弄得这帮乡绅各个都郁闷不已 可老师是救他们出火海的大安人 虽然撒手不管他们发家致富 但大伙倒也不敢背地里说老师的坏话 只是诅咒经理的风水先生 在大家的眼里 老师选择安居岛建别院 肯定是请了经理的风水先生 看了地形的 所以便将这莫须有的人给恨上了 因此当他们听说 已经结了蜘蛛网的客栈 被一个洋人给包了的时候 便开始纷纷地四处打听了起来 终于从洋人带来的通意口中 买了个消息 原来是来与敦郡王福晋谈生意的 大家顿时后悔不已 怎么没想到走走福晋的门路呢 于是大家便推举齐木格借居房的主人 去拜会一下齐木格 探听一下是否要雇佣人手 可守卫呢 却不给通传 本来他们还想借齐木格上香的机会 半路拦叫的 可是这帮护卫早早的就来了个清道 于是大伙便将重任 拖给了客栈老板 希望齐木格到时候到客栈回客 齐木格的确是要到客栈回客的 可谁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 一帮士兵不仅将客栈围了个水泄不通 还将客栈老板和伙计全都赶出去了 气得一帮村长直骂娘 没人骂老师 都在骂天地会 要知道上次福建来旅送 戒拜可没有这么森严的 村里送去的姑娘人家 也是照样使唤着 要不是天地会在安居岛闹这么一茬 他们早就见着贵人的面了 其实齐木格对老师此举也颇有微词 但老师却说 你被天地会劫去了 也倒不心疼 可是爷丢不起那面子 气得齐木格直接将老师的早饭给扣下了 吩咐采云今早不用备老师的饭了 惹得老师一阵哈哈大笑 爷吃你的就是了 你还能抢过爷呀 齐木格掐了老师一把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 说点软话会死人哪 老师撇了撇嘴 嘴上说的好听 能抵一串呢 还能当饭吃 恐命复健的人还少啊 齐木格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懒得大猎老师了 不想老师还接着说道 你别叫我啊 气得齐木格不得不再掐老师一把 直到齐木格出门的时候 老师还挽着袖子举着胳膊给齐木格看 直称呼齐木格是歹毒心肠 经过早上的嬉笑 齐木格神情气爽地到了客栈 菲得利斯早早就站在了客栈门口 将齐木格迎到了建议的包房里 建议士兵端上了茶水之后 菲得利斯笑着说道 没想到父亲身边防卫比在马尼拉还要延得多呀 齐木格总不能对外说老师卑躬蛇养 对天地会莫名的紧张 当下便解释道 在马尼拉的时候 王爷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如今我一个人出行 他自是不放心的 菲得利斯听了齐木格的话 也奉承道 王爷扶紧 康力情深 真是让人羡慕羡慕啊 因两个人说的都是闲话 不仅双方的通议都在场 而且屋里还占了四个带到的亲兵 所以齐木格倒不好意思继续谈他们夫妻两人的感情 便开门见商地问道 听王爷说 阁下想与我们做生意啊 不知道想贩卖些什么货物呢 菲得利斯这段时间 也派人去广州一带打听老师的底细 得到的回报是 老师就是一个粗人 只喜欢武刀弄枪 没什么脑子 不过胆子倒是大了一些 连皇帝都敢惹 但却怕府里的这个蒙古福气 菲得利斯觉得这个消息 倒也符合自己对老师的认知 一个家儿都不会看的人 竟然与商会会长谈生意 已经不能用胆子大来形容了 只能说没有脑子 至于怕老婆 倒也找到了作证 看来当初总督送的美女退了回来 不是不懂欣赏西方美 而是家有何东师 但菲得利斯却没怎么打探到 齐木格的消息 毕竟广州不是京城 关于内卷的消息要避赛得多了 只知道齐木格是蒙古人 嫁了个怕他的丈夫 两胎生了五个孩子 而且四个都是儿子 在前山寨的时候 见过葡萄牙总督 听说这次与他谈判的是齐木格 菲得利斯原本还有些担心呢 他始终认为 不应小瞧这个将男人捏住的女人 因此他此次肩负着另外的使命 总督请得打探 大清对吕宋的真实意图 要知道安居岛如火如土的建设工厂 已经让总督如坐针毡 可最近大清水师又频频的在南洋出手 有次竟然开到了马六甲海峡附近 听荷兰军舰上的人说啊 大清水师虽然说是在追海盗 但沿途却在宣传安居岛 这让总督越发的坐不住了 菲得利斯虽然偷卖了大炮给老师 但他依旧认为自己是个爱国者 两门大炮能起什么作用啊 所以他没有一丝的心理负担 向总督表示 他一定会尽全力打探大清的战略目标 因此抵达吕宋之后 当他得知谈判对手换成了秦穆格 他还有些忐忑的 害怕此行完成不了任务 可是听了秦穆格的问话 菲得利斯便有些释然了 看来啊 与他丈夫一样 是个喜欢直来直往 而且作为一个内宅妇人 没准更好套话呢 于是菲得利斯当即笑道 不错 我这次确实是想与王爷和福建做生意的 福建也许不知道啊 我国在新大陆的贸易来往 非常的平凡 秦穆格淡淡地笑了笑 大顿道 据我所知 新大陆如今除了地理长的 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拿得出手的 可阁下应该知道 我大清地大物博 新大陆的东西 怕是入不了我们大清的眼的 菲得利斯愣了愣 试探道 福建 直到新大陆 听说过 不知道福建 是否听过烟草啊 秦穆格点了点头 嗯 葡萄牙人也想与我做烟草生意 但朝廷 明令禁烟的 说着还遗憾地摇摇头 菲得利斯笑道 凭借王爷的实力 应该能想到法子吧 不 王爷一向是遵纪守法的 若是能说得动他呀 葡萄牙人早就抢先了 阁下用不着 在烟草上费时间了 还是再说说 阁下手里的其他物品吧 秦穆格以前 是打算走资烟草的 可是后来一想想 自己已经是衣食无忧了 何苦为多挣两个钱 惹老实不痛快呢 所以便没与葡萄牙人合伙 菲得利斯听后 瞅了瞅齐木格身后的四个侍卫 有些迟疑了 齐木格健壮笑着说道 如果阁下不信呢 大可以派人去澳门 问问澳门总督啊 菲得利斯此次 本就打算主动推烟草 见齐木格回绝得干净利落 当下便有些发愣了 想了想 蔡说道 不知道 附近对什么感兴趣啊 齐木格笑着说道 你这儿啊 都真是问倒我了 钟表我有作坊 玻璃呢 我也有作坊 毛呢 九皇子已经派人 从英国人手里进了货 虽然如今 还没有打开什么市场 但我却没有什么兴趣和他抢 不过 要说卖给女方的货物 我还真有一些新的品种 哦 什么品种 齐木格拍了拍手 一个清兵立即出门 从守在门口的采云处 接过了一个小陶瓷罐 送了进来 摆放在桌子上 齐木格打开陶瓷罐 从里边 取出了一颗 大白兔奶糖 递了过去 这是小孩子喜欢的灵嘴 这次来旅送啊 没想到会与阁下谈生意 所以陶罐上 就没有贴上西洋纹 菲德里斯拿来包开 看了看 闻了闻 见齐木格微微的汗手 便放进嘴里品尝了好一会儿 等汤吃完了之后 才说道 嗯 这汤啊 口感确实不错 不过 既然是吃食 怕卖不起什么价 而且 纺织品很快就会出来的 齐木格摇了摇头 这汤啊 问世至少一年多了 迄今为止 大清市面上 还没有出现其他类似的产品 而且价格也不低啊 哦 这不可能 哼 这东西 摸索个一两年 倒也能做出来 可这糖纸 却不大好做 其实 各地已经 有其他口味的 硬糖温饰了 但是味道呢 总不及奶糖香甜 加之 做不出来糖纸 糖块放久了 很容易粘在一起 因此 颤量非常的小 对大白兔的销量 完全没有受到 任何的影响 所以 齐木格此话 倒也有着八分的真 菲德利斯想了想 说道 那 佛姐 可以给我提供多少呢 齐木格摇了摇头 嗯 这至少呀 要四个月以后才有货呢 如今 京城作坊的产量 供应国内市场都不够呢 哪有能力 开发海外市场啊 齐木格也是昨夜 才想到的主意 打算趁着基建热潮 在安居岛 将作坊一并建了 还能名正言顺地 从经理带走几个师傅 见菲德利斯 有些失望了 齐木格便笑着说道 只要有钱赚 多等几个月 又很难啊 菲德利斯 微微地点了点头 那附近准备销售盒价啊 我给国内商家什么价 也给你什么价 绝不多收你一分 但我这远途的运输 不知道阁下 饭运回去茶叶销售价几何呀 菲德利斯思索了一会儿 不再沐浴价格 而是缓缓地叹了一口气 唉 最近海面上有些不大太平啊 连贵谷的水师都频繁出动 生意不好做呀 齐木格不知道 他说此话是什么意思 老师也没有给他提过公务 所以他只好顺着往下说 嗨 这生意嘛 都是有风险的 菲德利斯想了想 不知道福晋是否知道 王爷上次曾说过 想与我作弊生意呀 齐木格扬了扬眉头 看了菲德利斯身旁的通意 菲德利斯说道 嗨 父亲放心 因上次见过齐木格的通意 所以只拿眼睛 瞅了瞅四个侍卫 这几个亲兵 都是老实经过层层挑选的 自然也是信得过的 而且大炮买卖康熙也知道 若是将人秉退出去 反而显得作贼心虚了 所以 齐木格坦然地说道 阁下 如今手里还有货吗 齐木格正在想着 该寻个什么由头 弹击军火呢 见菲德利斯主动地提出 心中不由的一阵狂喜 菲德利斯摇了摇头 哦 难哪 加上如今大清水师 频繁地出港 总督这边也盯得紧啊 齐木格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水兵 频繁地跑到海上去 便说道 既然是水师嘛 自然得在海上 多走动走动的了 否则 那不就成了步兵了吗 菲德利斯被齐木格 无意识地给堵了回来 心中对齐木格的评价 立即高了一个等级 看来对手警觉性 还蛮高的嘛 非常兑推荐 快 闹 颈 远 诱